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我们介绍历届考题的赏息 那这边我们介绍的是各种分配的定义 这个题目是台大农金所的考题 那么我们来看看里面的内容 他问我们说 下列统计量各属何种分配 请说明 若有涉及自由度 请标示清楚 那么我们看第一个题目 第一个题目 我们一看就知道 这个是KaiSquare 这是怎么解释呢 我们解释给各位同学看看 KaiSquare 它的原始的定义是什么 它的定义是 每一笔资料 距离我们的X bar的平方 I等于1到N 跟这个Sigma平方的比 那么我们又知道 这个S是什么 因为S指的是根号 N-1 这个是Xi-X bar的平方 I等于1到N 那么我们把它两边平方了以后 乘过去 我们发现这个里面的内容 跟这个内容 这就是什么 Sigma平方 就是N-1 S的平方 所以我们已经很清楚的可以知道 这就是卡方 它就是说 以 N-1 为自由度 之卡方分配 这个就没有问题了 这个就是卡方分配 这第一个题目 第二个题目是什么分配呢 其实我们应该要很清楚 它就是T分配 那我们给各位同学做一个解释 T分配 如果说是以N-1 N-1个自由度的来看的话 它的原始的定义是什么 上面是Z 下面是Ki-Square 卡方除以它的自由度 这是我们原始的定义 那么Z分配是什么 那各位同学要知道这是T 这绝对不是Z 这Z的话是不一样的 来什么是Z呢 Z的话是 X-bar 减掉μ 这是μ 除以Sigma 除以根号N 这才是Z 这是S除以根号N 为什么我们在前面或后面 都会不断地提到说 我们如果以S来取代Sigma的时候 要用T来做修正 是这样的 如果说我们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用的是Sigma 那我们就不用再去用T修正了 就直接用Z就好了 来我们继续往下做 这个Ki-Square Ki-Square的话可以把它写成 这是N-S 然后这边除以一个Sigma 这边本来就有一个N-E 所以我们消掉了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继续写下去 这里变成了 这里变成了X-bar 减掉μ 除以Sigma 除以根号N 这下面是什么 下面是S 再除以Sigma Sigma跟Sigma 可以消掉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 X-bar X-bar 减掉μ 除以S 除以根号N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T 这是 以N-E 为 自由度 学生T分配 好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题目 第三个题目 这个看起来 1跟2混在一起 我们把它 给它怎么样 做一个拆开来 让看清楚一点 这个地方来说 S2在上面 是分子 S 我们就把它写在分子 那分母是什么呢 分母的话呢 是这个 有Sigma2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叫做 一个对一个 S2对2 那1对1 这边是S1的平方 除以Sigma1的平方 自己对自己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做一个 推广 其实也是一个化解 怎么做呢 来我们看 上面这个是 N-2 N-2 -1 我们统统都一起成 那这个地方是 N1-1 我们上下都 做了一个 扩张 这样我们就可以 看得很清楚了 来我们看这个 这是什么 这是卡方分配啊 这是Ki-Square 所以这个地方来说 我写了 Ki-Square 它处以它的 相对的 什么 自由度 N2-1 下面这个呢 它也是卡方 这是第二个 1的 这个Ki-Square 它处以它的 自己的自由度 N1-1 这两个相比 同学就很清楚的知道 它就是什么 它就是F分配 那么F分配有两个自由度 第一个自由度是 N2-1 第二个自由度是 N1-1 所以 这个地方 第三个题目 它是以 第一个 N2-1 N1-1 这个两个自由度 这是Degree Degree of Freedom Degree of Freedom 这两个自由度 为 F 它是F分配 它是以这两个字 它这个F有两个自由度 所以各位同学要知道 我们很多很多的统计量 其实它都是息息相关的 那么我们要熟练了以后 我们就发现 其实并不算很困难